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1年9月13日 今天有三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何俊仁 剛剛收到最新的消息指 他已經辭退了華人民主書院 維權律師關注組和支聯會的所有職務 以及退出他們的組織 稍後會和大家分析一下 為何何俊仁突然辭退所有職務 為何之前不辭退 要是現在才辭退 當中和他之前被控告煽惑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 又有甚麼關係 稍後和大家討論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612不仁道基金 又是他 我們的局長鄧炳強局長 在昨天公開說了 原來612不仁道基金和真普聯 都已經向警方提交了所有黑暴資料 也就是說612正式出賣他們的手足 而鄧炳強局長就表示 任何人如果向612捐款而明知道這是犯法的行為 將會被捕 簡單來說 捐款給612的人 接下來也有機會被捕 稍後也會說說這件事 另外第三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稅務條例和慈善團體 我們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在今天表示 如果有人是他擔任這些慈善團體 或者是他這間慈善團體的公司 危害國家安全的話 將會撤銷他慈善團體的資格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是怎樣 以及為何有些危害國家安全的人或公司 要討論為慈善團體 是否洗黑錢特別容易 稍後會和大家分析一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令更多人知道 反對派想你插金證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好 影片正式開始 首先第一項要和大家討論的是何俊仁 早前因為周恆彤和支聯會 搞著何俊仁 何俊仁同樣被控以 煽惑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 何俊仁正在就於10月1日 去年10月1日舉行的非法集結 已經在坐牢 但除了他在坐牢之外 另外還被控告煽惑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 而他被控告後 他在今天宣布他會退出三個組織 而且辭去所有職務 當中包括華人民主書院 維權律師關注組和支聯會 今次有很多人問為何俊仁 他退出這三個組織退出得這麼急呢 是否突然發現這三個組織 違反國安法所以退出呢 是否明節保身呢 這次很明顯應該不關這三個組織 犯不犯國安法事 而是何俊仁很清楚知道 他在這三個組織中的行為 亦會令他在未來 煽惑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中 成為法官或控方對他的指控中的更多罪證 而何俊仁很明顯想洗底 他作為一個傳統的攬炒派 傳統的泛民 他們對於這一類型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他們覺得自己被拘捕 一直都很驚訝 政圈入面他們每個都是這樣說的 他們覺得也是一群年輕人 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被拘捕自己也很詫異 甚至他們之前也沒有想過 支聯會竟然會被警方調查 甚至他們更想不到支聯會 會牽涉成為外國代理人 所以在這件事上我們看到 無論從時間段或他們平日以往做的行為來說 我們也看到何俊仁很明顯 他這次是因為他被控以煽惑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 所以他才想辭去這些職務 希望在法庭上換取一點就是求情的分數 就像那群攬炒派的區議員一樣 為何他們明知會被DQ 罰錢依然會去宣誓 就是因為他們很清楚知道如果他們宣誓成功 在未來他們被控以勾結境外勢力 或是顛覆國家政權罪等國安法案件上 可以用香港政府官方已經承認真心擁護基本法 以及效忠特區政府的承諾 用來換取他們自己減刑的機會 或是脫罪的機會 相信國安處肯定不會讓他們這麼容易逃脫 而何俊仁估計他和李卓人和周恨同一齊 未來也要坐牢 看看未來的情況是怎樣 但另一方面要談談612不人道基金 今次支聯會他們不交資料 他們常委被控以拒絕提交資料的罪行 亦違反國安法 而除了這個機構外 還有一些機構被要求交資料 當中好像劉慧卿有個人權律師關注組 同樣要交資料 但他們要求申請到九月尾才交資料 這個先不討論他 我們想說是612不人道基金 其實在九月初的時候 612不人道基金已經收到警方要求他們提交資料 而且這也是法庭首領 而這個首領同樣跟支聯會一樣 跟之前民陣的不同 民陣的是社團註冊處 但今次是說警方的國安處 他們不能不交資料 所以真普聯和612不人道基金今次醒目 他們已經把所有資料交給警方 換句話說他們已經出賣了一群小黃人手足 這資料是怎樣來的 由我們的局長鄧炳強局長 在昨天公開 表示已經收到612人道支援基金 和真普聯有限公司提交的文件 現在正在研究到底可否有甚麼後續行動 以及會否拘捕任何人 但鄧炳強局長竟然說了一句話 即時嚇到那群小黃人雞飛狗走 我們的局長說了這句 他說如果任何人在明知的情況會牽涉到 違法活動的情況下 依然向這個基金捐款的話 就需要負上法律責任 這句話就精彩了 意思換句話說 如果當時捐款給612的人 他們當時提交了資料給612 612亦沒有剷除他們的資料 直接交給警方 這樣很大機會 連他們捐款人也會被捕 我覺得這非常好 因為過往我們看到黑暴事件中 有很多俗稱所謂的和理非 就在這些黑暴捐款 在他們眼中覺得 我們正在幫助一群年青人 我們正在幫助被捕人士 但事實上他們正在援助整場黑暴事件 因為大家知道612不人道基金 為何稱為612 就是因為起源於 2019年6月12日的一場大型暴力衝突 在這件事後誕生了612人道支援基金 而當時他們發起了第1個遊行 叫做616遊行 而這個遊行中 這個612不人道支援基金 就開始眾籌 根據他們官方資料所說 612基金在616的遊行中 他們是總共籌款獲得1200萬 1200萬 當時612基金是怎樣說他們這筆款項會用在哪裏 他們說 我們呼籲 因為反送中運動 而受傷或被捕的人士可以隨時聯絡我們 我們將會提供人道援助 當中包括 醫療 心理輔導 法律支援等等 在這一點其實已經觸及到我們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局長所說的 就是任何人明知會支援犯法的情況下 他依然會捐款 為何這樣說 因為在這類型 基本上612每次籌款所說的活動中 當中牽涉到的是 在黑暴事件中受傷的人 如果那些人被捕的話 或者問題不大 他們可以說是對於那些人 他們在法律上尋求公正公平性的支援 這可以是他們的藉口 但是對於在黑暴事件中 並非被拘捕 但是受傷的人士 而對他們作出的支援 這一點很可能構成妨礙司法公正 又或者有些知情不報的成份 為何這樣說 就是因為當時黑暴事件中 大家試想一下 如果你可以在這個黑暴現場中 引致到你的受傷 而這個受傷亦可以令到612批錢給你 給你醫治的話 我想問一下這個受傷會是你走路跌倒 不小心撞倒的欄杆 還是對於警察和黑暴 對抗中 那個人是站在黑暴的最前線還是最後排 不用說大家都猜到 很明顯是站在前線的黑暴 而這些黑暴不是他沒有犯法 而是當時跑得快逃避了警方的追捕 但事實上他依然是一個潛逃的通緝犯 如果被警方找到他們的資料 或是找到相關的相片 一些名字等等 依然是可以事後拘捕他們 所以可以說 612批人道基金 籌款幫助一些所謂 在這次黑暴事件中 他所造成受傷的人士 其實這些不叫受傷人士 而是拒捕甚至潛逃的人士 這點首先第一點已經觸及到違法 而另外 其實612一直都有呼籲人 要對一些 二載車輛 有一些維修費用 612批人道基金在7月21日 也就是他們俗稱721元朗站事件後 其實他們出了一個帖文 就說 721元朗深夜有二載車輛備襲受損 基金將支援車輛的維修費用 而且列出 是這個求助方法和捐款方法 在這裏又牽涉到另一個違法的行為 如果警方查這班人 當時是誰有份入數支援維修車輛 同樣亦可以控告他們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早前法庭就著黑暴案件裏作出一個裁決 就是共同犯罪 當中共同犯罪的原則是說了 如果有人參與黑暴事件 而且 他有直接關係的話 可以控告他相關的暴動罪或其他罪行 當中牽涉到的包括 就是看水、把風的人 在網上做支援的人 在網絡宣揚這件事的人 甚至是當時俗稱家長車 亦是易載車輛的人 我又很想問問大家 如果在暴動現場中 你的車竟然衝進去接載暴動人士 而且會令你自己的車受損害的話 我想問這輛車算不算是警方 需要 搜集回來的證據 又或者 車這群人的人 算不算是法庭所做的判決 共同犯罪原則的其中一個犯人 很明顯是算的 亦是說 如果你是有份入錢去支援這些車的維修 亦可能被控制 就是妨礙司法公正 因為那輛車很明顯是一個證物 而你企圖將證物或證據 毀屍滅跡 同樣亦是說 你不希望令你的車被人覺得 你是出現過在示威現場 同樣亦有機會中到 鄧炳強局長所指的 如果你明知道他是犯法 而你捐錢給他同樣要被拘捕 其實與此同時還有一個 這個很明顯一定能入得到 就是612不人道基金 其實他在黑暴期間 曾經資助過一個組織 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 資助他們去到倫敦和日內瓦 進行海外遊說抹黑香港 這件事 聽到這裏大家都已經知道這是甚麼事 就是這群小黃人經常說的國際線 而這些國際線在過往我們香港的案例來說 我們已經知道這些涉及 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顛覆國家政權 甚至是 分裂國家罪 而且在這件事上612是有捐錢出去的 而不是純粹 說肥仔捐錢就捐錢 而是真真正正有證據 因為根據 612基金所發出的財務報表 原來612基金 在2019年9月 2019年7月 甚至至2020年6月期間 亦有支援過這些組織 當中包括支援他們 他們有百多萬款項 給他們這些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 去倫敦、日內瓦等地方 做一個所謂的制裁交流 與此同時 這個基金亦有為 一些在台灣的香港人 提供援助 同時亦中了 他是 外國或台灣的政治代理人這條罪 所以很明顯如果有份在那次活動中捐款的人 同樣很大機會 都會因為牽涉到國安法而被拘捕 另外除了612基金外 還有其他團體有機會落馬 而這些團體往往是慈善團體 今次不是想針對慈善團體說甚麼 而是想針對慈善團體的流動 612不仁道基金 過往說自己是一個慈善團體 說到自己是一個很正義的團體 而在香港本身法例裏保障了慈善團體 不需要交稅 如果你是一年賺到一個億 十個億 一千個億 只要你是慈善團體 你可以豁免交稅 亦是省了很多錢 而有些團體看中這一點 當中包括黑暴的團體 亦看中這一點 所以紛紛註冊成慈善團體 一來可以收一些黑金 收一些眾籌等等 早前我們拍的影片亦說過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在立法會中回應 我們立法會議員的問題 關於612他們擺明收黑錢的這件事 為何不去做執法 當時許正宇局長 理直氣壯地說 你罵我也沒用 如果你罵得死我 香港好 你罵死我 但你罵我不死 香港不會好 你罵我沒用 他當時多麼囂張 氣焰多麼絕 而在今天他公佈了另一項新的政策 他今天寫網誌 表明如果 在未來有一些慈善團體 即是俗稱拿了88排的這些公司 而他從事一些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活動時 稅局不會再將他認定為慈善團體 這一點和大家切身有甚麼關係 首先大家要知道 慈善團體本身是 稅務局有一個嚴格的規定才可以批准他們做慈善團體 而慈善團體無論是申請場地去搞活動 申請一些基金 申請一些資助 都是比普通公司容易很多很多 這一點又來了 既然他容易這麼多 每個人都申請 慈善團體有沒有一些規管的措施 可能大家會覺得 作為慈善團體是否每年都要交財務報告 其實並非如此 雖然公司註冊條例有說明 如果你是有限公司 必須每年交財務報告 但我們翻查資料發現 原來針對慈善團體這方面 政府有大量漏洞 當中我們舉例子 像過往的這一年 合共有415間慈善團體 沒有交財務報告 當中他們有機會是欠交或持交財務報告 但大家要注意 400多間別以為不多 全香港慈善團體只有1013間 即是四成的慈善團體沒有交財務報告 我再舉一些活生生的例子給大家知道 當中好像非牟利的足球學校 大家都為人熟悉的 車路市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在2011年 在英國車路市球會合作 去創辦 而那間公司只有他注冊 2001年那一年 有交財務報告 但到後來他一直沒有交財務報告 而 有不少的這些團體當中 包括有24個 成立以來 到現在 都從來沒有交財務報告 甚至有些他連地址都錯了 那個地址上根本沒有那間機構 簡直是離譜 這件事又和大家有何切身關係 在黑暴事件中我們看到有不少資金往來 過往也和大家說 除了眾籌是最容易使得他們洗黑錢 或讓外國資金流入外 其實這些慈善團體亦是其中一個漏洞之處 如果這些慈善團體沒有一個正確或嚴格的監管 他們像612不人道基金那樣 隨意收錢 隨意用錢 隨意把錢來來往往 很容易成為勾結境外勢力 又或作為外國代理人的違反國安法的人 用來洗錢的工具 當中可以讓他們收一些外國的捐款 可以混入其他市民的籌款活動 這些是難以令警方追查的 而我們看看 稅務局雖然有這樣的條例規管 要求公司每年交一次的財務報告 但我們看看稅務條例 其實是沒有規定獲豁免的慈善團體 每年需要交財務報告 有些會四年檢查一次 有些五年檢查一次 有些甚至輕輕檢查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要用來洗黑錢 慈善團體或是這群黑暴 或是攬炒派 或是境外勢力的代理人最佳的例子 香港現在經過大亂後需要大治 在大亂期間我們看得出 我們的社會 政策出現了甚麼問題 出現了甚麼漏洞 到現在我們要大治 政府必須要把這些漏洞堵塞好 其中一個必定是這些慈善團體 一些註冊或財務報表等等 如果他們註冊四年 在稅局查他之前 他去撿了一顆 簡直是無法稽查 無法知道他這四年內的收入是怎樣 他的支出是怎樣 有沒有收到黑金 如果他是低調行事 甚至可以成為 外國黑金的集中公司 所以警方或政府必須要儘快處理相關問題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的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給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 反對派想你插入的陷阱 亦希望大家可以按按右下角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比肥仔傑任何這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